常常的去反观 不论是外境或者是内心 都是无有精华的实意 它都是如同梦 如同幻象一样 再再地反复去观的话 就能够不受到坦诚的支配 这些练习是内心的 就是要迟到坦诚的 所以我们是不得了 我们是一种担心的 我们是在学习和教授的 每天都不得了 我们是每天的联系 我们是三种担心的 一种担心的担心的担心 但是不得了 我们是签议的 我们是签议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签议的 我们就是签议的 第一次的担心 どこ鴻中封でも 大学サンプ 我本身也遵入你 يっ Kalau 我本身は 大学omm ded 像 Palestine 我本身说 也ここ 不想 стerna 占裁 今 地 塩 最 traditional 大学 那多彈契契契契吧 三人的四百吉他十六 我一定会说的 你真的会说的 生命的一大功力 我说的每个人都没办法 安住无修体性中 弱症无症 大手印 这边所说的 修指的是禅修 我们总是讲说 禅修禅修 那在不同的教法当中 提到不同的禅修技巧 比方说有相的禅修 无相的禅修等等 在大手印当中所谓的修 是什么 大手印当中修指的是 寻觅心的本性 在寻觅心的本性的时候 首先是观过去心 未来心跟当下心 观过去心时 了知过去心不可得 如同梦幻一般 未来心无法掌握 因为它尚未生起 我们对它没有任何的支配 跟组长权 我们对未来心不得自在 那当下的心是什么 当下的心是 不管生起任何的妄言分别 它都有一个能够了了分明的 明性在当中 就像是水面的波涛 它在怎么样子的涌现 都有一个了知 这个涌现的明性在那边 这个了知性在那边 这个就是当下的心的明性 这个就是真正的心的实相 而祖师的教界当中告诉我们 真正的修指的就是 在这种无可修的境界当中 无有不被任何妄念介入的 清朗的状态之下 直观当下的心 因为过去念已灭 未来的念尚未生起 只有当下朗朗的那个了知性 在那边 这样的了知是明空双运的 也就是它的本性来说 妄念的自性是完全空的 可是有一个非常清朗的 能够了知当下 万念本空的那个自性在那里 那样子的了知性成为明 它两者是并行不备的 成为明空双运 见这个明空双运叫做了知无修 都是并行不备的 所以以前有并行不备的 而是并行不备的 那这些不备的 是并行不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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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会有并行不备的 但是并行不备的 但是并行不备的 这个不备的 那里面的识论 这不备的识论 你懂得了 你懂得了吃饭равł 有什麼言論是說的 在船上我的頭腦 也從船上降了 你看 我的字號 的字號是 неё 你懂得了 從船上換了 你懂得了 其實我懂得到 這 этот字號是船上的 這是船上的東西 我用得到的日子 而吃了 雷天就 是要用得了 終於的船上 頭香 六思辣的東西 口罩也沒有,這樣就馬闖打著 馬闖打著 馬闖打著,馬闖打著,馬闖打著 馬闖打著,馬闖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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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闖打著 接下來是若政無政,政大應 如果了正了,無有所正,這個就是正德大手印 所謂的正德大手印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了之不可得,這個不可得指心的法性畢竟不可得 心的法性是它的本性是空的,而且是明,它具有明性 它是明空雙韻的本體 而這樣子的明空雙韻的本體完全超越了長邊跟斷邊的執著 完全超越了長斷兩種極端 它如同虛空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騙 因為它如同虛空,所以它並非長法 那麼因為它是具足明性的,所以它並不是虛無的,它並非斷滅的 如此超越長斷的極端,空明雙韻的自性 就是所謂的大手印 而這樣子的明空雙韻的本性,它是如同虛空一樣 周遍一切法的,它就是真正大手印的聖意 有些人他們具足根性,光是跟他講這一句 弱正、無正、極正、大手印的道理 他就能夠對於大手印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了 這樣子的道理實際上是契合心經當中所講的 無知亦無德,裡面的無德 藏文的無知亦無德的無德 它有所謂的無所得,亦無無所得 不可得,還有無所得,也加以否定的意思 所謂的得到不可得,指的是了知、心性、明空雙韻、如同虛空 這叫做得不可得 然後呢,這樣子的得實際上也是無有自性的 這用這種了知就是真正的大手印的道理 侵 always t 但是它就像一样的事 事实上是 在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的地方 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但是在那些地方 就是在那些地方 但是他們在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他说他是谁去经过,没人说他,谁不去他,没人说他,没人说他,没人说他 接下来是,无义苦因此轮回,有法无实观圣意 这边所讲的有法指的是所作法,无有所作的意思 有法无实就是无有所作 轮回是怎么样来的,轮回是由自他二元对立的分别 就像是我们在色法上面区别了比跟此之间的界限 有了我跟他的二元对立的分别 所以我们在心上面也这样子安利有我跟对方的差别 所以在这样子二元对立的自他分别当中就进一步的衍生了贪跟吃 而这样子贪吃的二元对立的分别不断的循环下去就称为是轮回 但是实际上这样子轮回是完全建构于二指对立的能所对立的状况之下 究竟而言一切有违法、一切所作性都是无有实意的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去直观他的本性并非实有 如果,我们在一起, 有必要在一些新的状况 我们会让这些文化作为不同的信息 我们会在一起重新的购买 我们会在东东东的内, 东西中文开启以外 那我们也在一起重新的状况 我们就在一起重新的人 它们也不可能重新的人 还不可能重新的状况 我想�子里面从长で窍海些 在东邀请不教的 东邀请不教 你们是这些乞灾产气 你们 Los Angeles, 你们都打得太吵了 在郭博安族, 东邀请不教 在东邀请不教 接社会不会有话 所以, 想骂髅 你们 Sephen G硬 让这个人带回来 东邀请不教 所以如果能够了知一切所作法 它无有实之性的话 那就能够真正的通达圣意 所谓的圣意是什么 指的就是无耳性 指的就是明空双运犹如虚空的那个本性 它是无耳的 它不是对立法 如果它是对立法的话就成为心事了 因为是无耳 所以成为本来的智慧 这样子犹如虚空明空双运的本来智慧 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 如果你反复的去观它的本性 慢慢的就会了解这一点 以了知无耳性去看一切对立法 才会逐渐的见到原来真实当中 一切是并非对立的 并非二元的 安住在这样子的了物当中就称为修 我们所需要做的修 就是仅仅是安住在 在保持在这样子的见地当中 了知到新的本性就毕竟不生 那样子的不生不灭 明空双运的自信 在新一派当中称它叫做金刚池 在旧一派当中称它叫普贤王 在这边就称它叫做就禁圣义 落一区的落得同满同事 我们同当同事 你用人做的东西 同独的用人 同当同事 你用大书的同独的诊 你感觉同了什么的 这是落我的 看你突然说落的 你是没法的 同当同事 你没法的没 你落过去的同意 你也没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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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法不见超心意 心法指的是心 以心的这一法 不能够见到超越心的究竟圣义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个 有可见 跟一个能见的主体 有一个可见的客体 跟一个能见的主体 这样子 你能不能够见到 新的实相呢 见不到的 因为你把它当成是 二元对立 当成是能所对立的 能所对立的二元 就是属于心事的范围 如此心事的范围 是见不到实相法性的 那什么样子的境界 才能够见到心的本性呢 要以超心才能够见 超心就是什么 就是无有二元对立 无有自他分别的智慧 也就是了悟自他薄二的智慧 才能够真正的见到新的实相 既在谁的身体 他们不见到属于一位 所以他们不见到 他们不见到 它是令人开门的 那里呢 他们说 你不见到 这就是 如果是啊, と 注意了, 在这里, 就像铺 东西 西菜 田河 中国 unserer地方 家人在南部 西菜 田河 农坛 地 美国的地方 有了 西菜 台灣 地方 米给了西菜 南部 西菜 农丹 西菜 南部 西菜 西菜 村南部 西菜 村南部 西菜 南部 西菜 南部 有法指的就是刚刚所说的认为一切都是有所做跟能做的差别的 就是一切所做性的诸法 透过认为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能够被成就 这样子的想法是不能够通达究竟的新的实相的 那下一句又讲到了 欲得超新无为意探寻自新智裸智 欲得超新就是你要超越新事 你要能够真正了无新的实相的话 要做的就是放下二元对立的分别 要直观新的原始本性 新的原始本性是妄念分别吗 并不是的 它是明了性 那个明了性是时时都在那边的 我们因为不能够了悟那样子的 时时都具足的明性 所以随妄念而转 随着那个暂时的妄念而分别 就会在本来无我的自性之上平添了我 一旦平添了我 就产生了人我的对立 就有二元分别 这个二元分别就是新事法 新事法的展开 如果以新事法来见超思的意义的话 是见不到新的法相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直观新的本性 那个探寻自性是直观那个明了性 它的本体 直观明了性那个本体 会晓得它是横长不断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新的实相 才是真正的本来面目 探寻自性至裸制 那个裸是赤裸的意思 我们的决心就好像是人 然后我们的念头分别心就好像是衣服 他第一次说 为什么说要赤裸呢 就是不要留着分别念 那个分别念是暂时的 不要是随它走 而直接的去观觉性 就是无分别的那个觉性 从来到西方向便用 那么一般会来赤裸呢 那么那台课格就能去抢 这么一般让人享受到 就像一个大学产生的 好波特别が 好波特别是 学生的 那是个人不保护 自己要开用 所以 最大学产生的 ところ 你了解 人来很多习业的习丹 Если我们玩这个习业太大 我们现在设计他们的习业 在习丹立的习丹 在习丹 家习丹 中国家习丹 在习丹 说 我说 хозя 这个叫朗塞说 下面讲到了 妄念够水,任澄清,显不破立,安自壮 自壮就是本来的状态,自然的状态 我们的妄念的心就像是混浊的水一样 而自己,我们应该让它自然的能够沉淀下来 那么本来心的沉浸的那个面向 就在这样子的自然放下当中,它就能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不需要对妄念去做任何的排斥或者是保留 对于这个如同着构的妄心,不需要去做排斥跟保留 尽管是自然的把它放下即可 就像是污浊的水,带有杂质的水 我们如果只是不管它,任它这样放下的话 不去动摇它,不去摇晃它,不试图去让它变得更干净 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回归到清澈的那个面向 所以我们直视着那个心的本性 去见那个明性 那么不属于明性的那个妄念分别 它就像是波涛一样 当你直视心的本性,只是那个明性的时候 如同波涛一般的那个暂时的妄念的状态 它就回归到平静的状态 在这个当中,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魄力 就是你不需要去迎接所谓的慈悲心 你也不需要去排斥所谓的烦恼心 直接地看着觉醒明朗的那个面向 一步回到一步,就是在安静人上的手上, 使用手上的薄草仁帝。 我итесь在,我可以去多看一看, 我我看你,我看你了, 我看你一看,我看你太多看, 我看你太多看, 我看你太多看, 我看,你太多看了, 你太多看了, 我看你太多看, 翻二十字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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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下来讲到 若无取舍解答应 解答应的意思就是 在大手应的境界当中 得到解脱的意思 也就是对于一切法不加以迎接或排斥 就是无有取舍 自然的安住 这个就是大手印当中所讲的自信自解脱的道理 也就是最终会通达原来新的本性 究竟而言跟妄念的本性是平等的 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就叫做于大手印境界当中获得解脱 如果要举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的话 就是下面的两句 譬如树木之夜风断根万千枝叶枯 就是今天如果把新的本性跟妄念的关系 比喻成一棵植物一棵大树的话 那个妄念就好像是枝叶一样 它枝繁叶茂的发展着 可是如果你从根本上面把它的根给刨除掉 把这棵树从下面给砍掉的话 那上面的枝芽自然的就会泯灭了 而自然的就会干枯掉了 同样的如果你把握住新的决性 新的本性那个决性的话 你只要是守护住把握住那样的决性 自然的妄念就得以解脱 升起任何的妄念都不会对新的本性 有任何的损脑或者任何的增益 它不产生任何的增益损件 这个是按照大圆满的观点来说的 它实际上体现的也是大手印的真正的利益跟功德 在这边的增益上体现的增益 那么有些人以为 我们在这边的增益就像这边的增益 放着增益 从来的时候 在增益上体现的增益 凝图的增益 就像这边的增益 都会有增益 的增益 然后它就像这边的增益 就是增益 这个增益 就是增益 那么增益 那么增益 就增益 然后增益 增益 羽織人 aging一年就能不能黃太 Min virgin ñ infer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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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上廋 village 虽然 shoots Stockelen 古牠 DAVID 的利间怎么 大国字一个 的道念 你的口感 你能知道 八 roup心 破剃剃剃剃 塞太阳 Mount 八家习 这些传统是传统的 他们的传统是传统是传统的 以后他们的传统是传统的 传统是传统的 甚至是做了要做的 传统是传统的 传统的传统是传统 传统是传统的 传统是传统的 这还算不太契务的 接下来是,譬如千劫所击暗,暗是指黑暗的意思,一灯诸暗尽消除,如是瞬间自新光,累劫罪障,灭无余。 这一段的意思是很深奥的,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罪业,盖障染污,这样的事情是否存在呢? 在世俗的相对世界当中,罪障确实存在,它存在于何处呢? 它从何而来的呢?罪障就来自于无始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自我的概念,认为我存在的概念。 因为认为我存在,所以进一步的就产生了妄念分别,产生了烦恼,由烦恼而造下罪业。 所以呢,罪业的根本来源是认为有自我的这个概念心。 而由罪业,而由三界轮回众生的内心认为的这个自我,跟我自己认为的自我,还有从自我所衍生出来的烦恼,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 三界终生的烦恼,跟我自己内心的烦恼,是完全同一件事情,它都来自于自我的概念,都来自于我之。 那要如何去解决这样的相对世间当中的罪障,要如何去去除世俗地当中的这些罪业呢? 就是要了知,从无始以来,这个自我的概念束缚了我们的心。 如果你能够真正晓得,自他实际上是无分别的,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话,那由自我的概念所衍生出来的罪障, 在一瞬间当中就能够被焚烧掉了。 这个也是透过世俗菩提心的培养,而达到了悟生意菩提心的道理。 就像是末世,就是世界末日的那个末节火,它能够焚烧整个世间的所有物质,但是它不可能焚烧掉我之心。 唯一能够把长久以来的我之心加以完全焚烧摧毁的力量,就是了知自他不二,就是了知自本来无我的道理。 那样,我们不能够做这些这些的文章。 它的文章,就像是要有一个文章。 在文章上,真正是用20字的文章,就像是用20字幕调整的。 说明目的是,在文章上,也算是用20字幕调整的, 它不像okus。 但是,第一个文章, 它能够通常识的水, 模仿二人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要 consolidation 问 door原鲜 在鳳梅呢 他们流行送我们的铪梅 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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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仔细地登上得一遍 这种铪梅 这样导称 铪梅 城内 铪梅 铪梅 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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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每次 worshiping the Lord shall not be able to sing 我能表達到眼中 我就跟我看著一條滑就在這裡 說我能夠看到 Ravinu就不所見 這裡 第二話的 找不到 我能夠 互相對話的 Ravinu就了 互相對話的 就是下一個 烈慧是若不解义,安守弃要,勿拘意。 弃要指的就是风的要点,烈慧是指的就是心力为弱者。 什么叫做心力为弱,智慧为劣的人呢? 他的意思就是随着粗大维系的各式各样分别妄念所转的人, 他不能够安住在实相境界当中的这些人都可以算是烈慧者。 也就是当你跟他阐述究竟实相的道理的时候, 他会产生了误解,或者说认为说那就无可修,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做任何的禅修了。 他对于这些禅修的道理也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像这类的人,他应该要把握的是什么呢? 把握的就是风气的要点,要修透过麦风的余切, 来修持。 在讲到修法要点的时候,有所谓的生要点跟风的要点等等, 这边所讲的气要指的就是风的要点。 最重要的就是将气或者是风,让他安住在麒麟。 因为麒麟是我们气息的首都,可以说是最为官要的地方, 可以说他的国都所在。 然后生的要点呢,是要把自己的背脊,把自己的脊椎给挺直, 这个就是生的要点。 对于初学者来讲,不建议硬性的要求金刚家父做, 不建议马上一定要用双盘来做,但是一定要把,在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背脊打直。 因为当你打直你的背脊的时候,自然的气就能够进入到中脉, 而中脉的开端就在于我们的脊椎的位置。 当你打直了你的背脊,气就自然的来到脊椎, 那就能够把握住气的要点。 是的,对于我们的身体做。 这种事情,包括,我们在外面的脊椎, 我们在外面的脊椎, 就像我一样的脊椎。 我们在外面的脊椎, 我们在外面的脊椎, 我们把我们的脊椎再给我们一些脊椎。 这就是脊椎, 我们把这个脊椎都做得很好。 这边讲到,这边讲到, 到安守器要誤懼意的部分,當然從文字表面去做解釋,可以有各式各樣的理解方式 在這邊講的就是你要把握住鬆緊合疑的分寸,不要過度的緊繃,也不要過度的鬆散 你所需要抓住的,所需要把握住的是對於覺醒的了知的那個明信 就像是佛世尊他在對於弟子開示的時候就講到說,需要在寬坦放鬆跟過度緊繃之間抓到一個平衡 他用彈奏琵琶的例子來說明,彈奏琵琶的時候,弦如果太過於緊繃,或者是太過於鬆垮的話,都不會有正確的音準 所以在修的時候,所需要去把握住的也僅僅只是對於覺醒的認識,而不要過度的緊繃,或者是過度的刻意 這個是所謂的誤懼意的意思 當然你要從文字的表面去探究它的話,還有很多的解釋空間 對於你所謂的微詳的,根本我們是很多的解釋空間 大家才有一個好處理性的解釋空間 你這個解釋空間的情感 想建及神言 Kubernetes,神言ruct歌,神言大招,神言大招耀,神言大招耀,神言大招 接下来是光与各种持心法 光指的是各种看的方式 当然在看的方式是一个笼统的名词 它有眼睛看跟用心看 都可以称为是看的方式或者是观的方式 以眼睛来讲的话 眼睛的看的方式也包括了眼睛张开来做禅修 眼睛闭起来做禅修 有些人他会把目光看向远方 有些人会凝视虚空 就是按照个人各自不同的倾向选择去决定 另外还有各种的慈心法 就是令心安住 令心能够明了 不做破例的修持方式 这个叫慈心法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角色就是看的 这些人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你这个人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些人在这个地方 这些人都要想要 他们的旅程都要想要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 有些人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都要去决定 在这个地方 它是全部都在上面 如果在山中有一些 整理很大的 向後要拿出他們 所以又等区的 我去拿一隻 我們以為加拿一隻 加拿一隻 我去拿一隻 後來我去拿一隻 全部拿一隻 往金一隻 追用了再次做 再次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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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坐下 我們先放下 先走下 只在這個位置 再次往上出 這個位置 再次坐下 纏一位 当然有些人因为缺乏对佛法的文思的功夫 对于学习佛法的一些功夫下的不够 也许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疑惑跟问题 会把事物之作为实实在在的产生实有的执着跟直向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做比较简单的直了的抉择 首先抉择一切相为心 再来抉择心性的本性 抉择心性本性要把它抉择为空 那么我们要认识不同的层面 包括了外在气势间跟内在的众生的心的自信为何 首先我们晓得外在的所有环境 乃至于片虚空的所有的众生 他们内心都造了与业相关的习气 由于业跟业相关的习气的缘故 所以构筑了外在气势间的状况 而这一些外在气势间的显现 无非也是自心而已 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但是当你去真正的直观我们的身 还有外在的气势间的时候 你会晓得说身体实际上它是坏灭法 它是无常性的 外在气势间也是无常法 也是坏灭性 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去观物质性的身体 跟外在气势间它是无常的 再来你应该要去分析 去观察自己的心 晓得因为习气的流转 因为我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断地在轮回当中 受困于轮回的相的循环 如果你真正认识到心的本性的话 就会晓得说 实际上它是超越了一切造作的 它是远离一切细论 如同虚空一样的 为了要了知到这样子的心的本性 我们就要先抉择一切向为心 心的本性为空 我认为因为一般人被担心 把人被担心不得以后 这才会在担心中 我们会来的工作 我们会在担心中 有力气势的人 我们在担心中 一般人被担心中 都会担心中 但是我们要去担心中 这就会担心中 我们肯定是一般 我们要去担心中 但是我们会在担心中 这就会担心中 我们可能会不会有 所以我们都会担心中 是在担心中 綠隊的社會 的並不一樣的 這麼後體的 它很適合 在你中央的鴿子 那些山蠟的鴿子 那麼 在夏小城的鴿子 把整個的鴿子 做大海牙的鴿子 本身的鴿子 塞一堆大海 研發的鴿子 我們也不是 那些有種的鴿子 看來這就像學校的,學校的說話的說話,學校的說話的說話 我覺得是從來講這也想講 所以從來講說話的說話 那麼從來就說這就像現在的說話柔道樂的說話 我們有在學校的做這個說話 現在我們就在學校的學校 他們就在學校學校 都在學校的學校 對人的鋼鐵錯誤有的,你打當地是這樣子,你只要全部有的,就別的打當地。 實修這樣子的教法跟信受耶利因果是完全分不開的。 如果一個人他否定耶利因果的話,他的實修不可能究竟圓滿的。 為什麼呢?因為一個認為因果不需要加以遵守的人,他不可能解決得了自己的煩惱。 他只是在一種自我感覺很好的狀況之下,在看待世界而已。 他並沒辦法處理自己內心的煩惱。 所以當我們的身體乃至於性命受到危難跟折磨的時候, 這時候人往往會曉得說,喔,耶利因果確實是真實不虛, 你才會真正地去直視問題的本身。 你會去看自己也有煩惱。 你也會去看到包括那些小蟲,像是蝎子、蛇、蛙等等這些, 我們認為好像是非常歹毒的生物。 實際上他們只是內心的罪障、自相展現出來的煩惱的像而已。 我們試圖去殺害他們,對他們升起稱心,想要消滅他們的這種想法, 實際上就是真正的稱心的自相的展現。 他們你想要殺害或者是想要傷害的這個對象, 它本身也是稱心自相的展現。 這個稱心跟你心裡面打算去傷害他,殺害他的這個稱心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這個稱心從何而來?它在何處呢? 它就是我自己有的。 對方的稱心跟我的稱心都是一樣的。 我也有這樣的稱心,我也有這樣的貪心。 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這一點。 之後呢,你才會對於心去加以認識。 你先了知到一切都是因果。 然後對於因果造成的這些狀況,開始試圖去解決它。 你要開始去找煩惱的根源。 你開始想要調伏煩惱。 那麼你才會試圖運用方法去調伏煩惱。 那你就開始去尋找如何調伏煩惱。 就必須要透過,你就會想到說, 必須要透過菩提心的熏修才能夠調伏煩惱。 所以我們說信受葉利因果, 實際上是一切實修的根基。 當我們要修持,就算是究竟大手印的這個教法的時候, 也是應該要以奉持葉利因果真實不虛的道理, 作為它的基礎的。 絕對不能夠脫節的。 我們稍微等一下英偉。 我們稍微等一下英偉。 就關於英偉。 是這樣的給你 你們都是沒有人家自己的 這是一個台灣的 那個台灣的牧場 是美國中國的牧場 那個台灣的牧場 南瓜他們的牧場 这现在我们需要的消息 暗洞的消息 以前觉得 vlog 有一个网上关的人 那个网上包括 顺便让我一能 atrás 给她一个自己的网在 我看不太多麻煩你 你不要用了 我以为你把面疼 你不要用了 你不要用了 我都可以用冠军 你 vä先去 我能 PR 你不爱用了 你很没用 你一定要用 我不要用 我没有用 我可以用 你不要用 你不想用 你 MIC 我不是有用 不斷地調伏,一直到徐徐的身材。 到時候你不斷地調伏,所以你不斷地調伏, 明確體性中安住, 這邊提到說應該要調伏, 不斷地調伏,一直到徐徐的那時, 決心自然的安住 到底是否安住在決心境界當中 能不能夠在行住坐臥等的一切日常生活 種種威夷當中都安住在決心當中 這個端看自己心是否被分別妄念 是否被煩惱給牽走 如果說不隨決心而隨分別妄念 隨煩惱而走的話 當然就不能夠安住在決心當中 所以根本的違原、根本的障礙來自於自己隨煩惱而轉 當然有時候是自己的態度 比方說放逸心、懈怠心或者是愚痴心 造成了我們不能夠安住在決心當中 這樣的狀況也是有的 所以我們就曉得說 不能夠安住在決心的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煩惱 我們對於煩惱要有一種恐懼心 就是說要解決這個煩惱 你應該想說人家怎麼做就怎麼做 事情怎麼發展就怎麼發展 再怎麼樣我都不需要生稱心 再怎麼樣我都不需要生嫉妒心 如此一來才能夠真正的安住在煩惱當中 否則的話 我們就像是被強盜給搶了一樣 我執、稱心、嫉妒心等等這些煩惱跟執著心 就像是盜匪 他會搶奪我們安住在決心境界當中的財富 所以真正一個要做禪修的人 他實際上就是要能夠 他真正要把握的就是那個決心本身 怎麼樣才能夠把握呢? 就是不被煩惱給帶著走 有些人說他不懂得禪修 實際上不懂得禪修的道理就是 他容易被煩惱左右 容易被苦惱給左右 容易被自己的貪心跟稱心給支配 當你被貪心跟稱心等的煩惱分別給支配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安住在決心當中 所以重要重點就在於 我們要安住在決心而非隨煩惱而轉 如果你能夠不斷的解決煩惱 不被他給支配的話 才能夠真正的保持在心的本性當中 我們要不斷的去進化的 不斷的去修煉的 就是把煩惱給進化掉 把我們的執著心給進化掉 才能夠真正安住於決心的 我們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譯 我blai 等足一一點 多久 如果一開始 把 cooking飯沒夠 一開始作做 一開始 和阿 Ricohis 你從心中再決意 把這把喝入 剛剛就變得真夭売了 長得已在做私自然偶然 他要找他的事 他要找他 跟他找他 搖辰达 他要找他 跟他找他找他 邻逐江朋友 他找他 找他找他 找他 找他找他 根本人 他的事 你自己在那里 那里就想会发生的 然后别人觉得 这条背铁也有一定程序 然后在要清洗洗衣服上还会发生的 然后不要发生这个 这条背铁也想想要 就不想做它 上面的情节 然后呢 这个播放的 接下来 譬如探讨虚空中 直边与中将停滞 如是以心探讨心 妄念息止 见心性 这是接续前面所讲的 假使一个人 他能够安住在 决心的本性当中的话 那又当如何呢 用个批语来说 安住在决心当中 就像是广阔无际的虚空一样 虚空没有中央 也没有边际的分别 我们说心性如虚空 指的是 心的本性 内在的空跟外在的空 它没有真实的区别 它没有完全根本性的差别 外在虚空是片一切处的 它是平等性的 是无边际的 我们的心也是这个样子 它如同外在虚空 是平等的 是周片的 是无边际的 而且呢 内在的心 它的本性呢 还有一个明性在那边 所以它与外在虚空相似 这样子的相似性成为空 而它具足明性成为明 两者是明空又是无别的 我们能够安住在明空无别的自信当中 就是安住在决性当中 如果能够安住在明空无别的境界里面 就像是至尊密尼瑞巴尊者所说的 假使见到心性如虚空 则如同见佛之法身 为什么说它如同见佛的法身呢 因为我们在讲佛的身的时候 并不是指那个有形的色的身 它指的是轮回跟涅槃法无所不包 遍及轮回涅槃的一切万事的 那个本性叫做法身 所以当你见到心的本性 如同虚空的时候 就晓得说轮回跟涅槃法 无一例外的 完全包括在心的本性当中 所以我们说抉择一切法为心 在大手印跟大圆满当中 都是这样子说的 我们所需要去实修的就是 就是在心性如同虛空的本性當中 自然地會展現無窮無盡的 橫實相續不斷的報生的功德 而需要不斷地去篡習不斷地去禪修的 就是如同虛空一般的法身的境界 也就是決心的本身 所以我們好好地去觀自己的心的本性 這是給大家的一些忠故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就是要關心人類與一切物名 讓眾生都能夠離苦得樂 離苦得樂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佛陀給我們的教法 智慧與慈悲 運用佛法來幫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 遠離痛苦獲得安樂 所以只要打開生命電視台 一切生命都有離苦得樂的可能 因此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保護一切生命 護持勤洽各地中心 道場、講堂、書房 護洽 03-989-8686 07-221-2323 畫波賬號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集團會 生命電視屏東菩提道場 舉辦八關災戒 點燈、藥拱、護生 即甘露事實法會 恭請戰時法師主法 日期12月3號星期日 上午9點 下午1點半禮拜慈悲藥師寶燦 地點屏東菩提道場 地址屏東市棒球路59向18號 聯絡電話 08-751-6018 08-751-6018 上午8點半 於屏東後車站南爾門 備有接駁車 生命電視台中五方講堂 舉辦八關災戒 禮拜準題保燦 普生、點燈、購水 即甘露事實法會 恭請戰立法師主法 日期12月16號星期六 上午9點 地點台中五方講堂 地址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31號三樓之一 聯絡電話 零四、二、二、三、八、九、九、八、七 零四、二、二、三、八、九、八、七 斯文 、七陸、七、八、七、八、九、八、八、八 Är 只会如何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酒 一切无完 河南深重 她说她的老爸发心帮助的人 所以有因编 村长车去管理公务 有一天 中途在睡觉 一天 穿很古衣的人 把她抖 希望她保持 主厨以后她的老爸 每年自己掏腰包 买 贡 有的人生理都这样 贡品 做祭拜还是衣服 因此每年有很多人发心跟进 大家都开始去做 结果她的老爸八十四回 她很担心她死了 那些无主 孤魂 重心 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度 继续去照顾 所以你爸爸这个是一个善行 但是佛教要他敲度 不是在他去 但是去也好不 所以她的老爸想帮助她 我会起一个万应公廟 但是村长不准 刚才看到师父讲解 如果说一尊地藏王菩萨 但是她的老爸又烦恼 后来没人拜 不知道只有塑像可以度众神吗 一定可以 你只放一尊地藏王菩萨 想在那里 众心就会去拜 不用人去拜 人看到也会去拜 那众心还要拜地藏王菩萨 所以尽量做 我光出家两个月 我就做了好几尊 那时候别人捐钱捐钱 我就会去买一尊 然后上去人家说 有些地方有灾难 把他去掉 那有些居士又帮忙 又把他盖好 就在路边 所以尽量做 能够做多久算多久 所以这样去帮助 但是我们现在要洗洗 像你爸爸 你老爸这段应该交给你 你要常去那里做甘露事实 这样就好了 那就是就算你没去 你来参加法会 你要把那些附近 那些删一句拜会 带他 他不用来吃 不然就算他没法来吃 你做公庭会用 他也得到 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 任养这些公墓 好不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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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热心 我真的很热心 因为我们战山法师 开车 整个路 这些公墓 我实在很喜欢念 那些都没办法 没办法 用观想 好在他们两个 一直帮我念 一直帮我念 我们都很热心 我们这一群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慈悲 很老心 很喜欢做这些事情 那些公墓 整个位 整个位 都去走 好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 内心很平静 嘛 所以各位 这部分在家出家 不要说 这个是出家人的工作 也不要去阻碍别人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们在家人 你没出家去做 舒服才有出家 你讲这种话 就是毁谤三宝 附近 明明跟我们说 BQBQ 你幽默色幽默色 连孩子也可以做 我们可以跟他们说 叫人不要去做 所以 跟你说这些位 有些人叫做 恶地性 你要说快离开 恶地性 你再跟他倒门 不然你就退转了 人要放心 他也要做董 人要死死他也要做董 人要黏粉 他也说黏不好了 到底做一个发问 你每天到他倒门就好了 拜他做董 所以 千万不能去董 别人要做好事 哎呀 我们都随喜 我们现在跟他想这个就好了 你要去给他 不要起来 钱拿来 我们受风生多好 你说这种话 你要落地下 去乎死也好 方心也好 死心也好 死心也好 人都好 因为这个万德庄严嘛 什么功德我们都做嘛 所以应该要如此 随喜一切 绝对不能去跟他做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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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